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接触配送的智能外卖柜已经很常见了 外卖员把餐点放到柜子里之后立即上锁 消费者凭验证码就能够开锁取外卖 不过最近有白领却报警说 自己和同事一起点的外卖 在办公室楼下的外卖柜里离奇的消失了 放进柜子而且上了锁的外卖 怎么会消失不见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警方的调查 接到报警后 常宁区新华路派出所的民警 迅速赶到了事法地 常宁国际发展广场 报告人称 他和几名同事当天都在公司加班 于是便一起叫了外卖 可等他收到短信下楼取外卖时 却发现原本应当放着外卖的14号柜里空空如也 报告人称 通常情况下 被放入了外卖的那个小窗格的灯会亮起 但当他下楼取件时发现14号外卖柜的灯并没有亮 而手机上的订单状态也变成了已完成 如果说外卖员确实已经将外卖放进了外卖柜里 那为什么东西会凭空消失呢 如果他那个外卖员是已经把你的外卖放到柜子里了 对的 那这样你是只有通过你扫码才能打开的 对 那别人能扫码打开吗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是怎么弄到的 我才洪水在这里 如果是这个事情再发生 我如果是要呢 因为我自己也有心脏病的 那么究竟是外卖根本就没有放进去 还是放入归中后又被人拿走了呢 为了弄清楚问题到底处在哪个环节 民警当即找了园区的安保人员 要求调取现场的监控 不过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民警 园区里似乎并没有监控对着外卖柜 因为那个地方也正好是个家家 是一个汽车出入口的家家 所以这边有对应 那能看到就是那个最接近外卖柜那条路吗 外卖柜那条路 就看一下就外卖员进去跟出来 总归会经过一条路的吗 对吧 可以这一丝通发达到处跟着走啊 经过再三查看 工作人员确认 园区并没有监控能拍到事发快递柜的情况 唯一能还原事发现场的 只有外卖柜本身自带的摄像头 于是案发第二天民警联系到了外卖柜的管理公司 要求查看监控 就是一旦那个使用这个外卖柜的这个客户多了以后啊 这么他这个产生了他这个视频会导致视频量比较大 那么他会覆盖到前面的视频 那么当时我们去这个美团公司去调阅的时候呢 他已经没有了这个当时的一个事发时的一个监控 园区没有监控 外卖柜自带的监控也被覆盖 难道外卖消失之谜就无法解开了吗 好在很快 外卖柜工作人员就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 因为这个需要我们需要去提取这个外卖柜里面的外卖的时候呢 是首先是需要使用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码 那个外卖柜上面的一个二维码 那么使用这个二维码了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手机会和取件那个产生一个捆绑 那么同时这个就能进入这个后台 它的一个数据啊进入后台 原来要从外卖柜里取出实物 必须先要用手机扫描快递柜上的二维码 扫码后才能够输入取件码 通过这个步骤 取件人的信息就和索取的外卖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通过这个后台数据查询 我们就发现这个取件人 他当时是取过两餐 取过两次 那么我们也调取了这个手机尾号相匹配人员的第二次 去取外卖的一个监控录像 那么幸好这个监控录像是存在的 在调取到这段监控视频中 只见一名带着头盔的男子 先是通过外卖柜的透明玻璃 仔细朝里面看了几秒钟 随后他很快的左顾右盼了一下 拿出手机打开了拍摄模式 接着他举起手机贴在外卖柜的玻璃门板上 并用手将屏幕上的内容进行了放大 又过了几秒钟 男子在手机上一同操作 外卖柜的柜门弹开 男子立即将里面的东西取了出来 为了弄清视频中的男子 到底是如何打开的外卖柜 民警联系到了外卖柜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取餐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取 一般就是如果是顾客本人 他是直接手机后四位就可以打开的 该名工作人员解释称 一般而言不同于快递柜 每次都用不同的验证码 外卖柜通常都是以购买者的手机尾号作为取件码 视频中的男子应该是通过外卖柜的透明玻璃 看到了外卖单上订餐人的手机尾号 于是得以顺利取件 那么是不是只要知道了订餐者的手机尾号 任何人都能够取出别人的快递呢 由于这次被偷的是美团运营的快递柜 特勤员首先来到了一个美团外卖柜边 在取餐人在场的情况下 特勤员先用自己的手机扫了外卖柜上的二维码 然后根据外卖带上显示的订餐人的手机号码后四位 填写了验证码 柜门当即打开了 同样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外卖柜都是没有一个磨砂玻璃的处置 那么都是透明的 都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些信息 因为这个外卖订单上面的信息 其实它隐藏了一部分 但是还保留了一部分的手机尾号 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样的一个漏洞 安全漏洞 民警在排查中发现 除了美团之外 饿了骂的外卖柜用的也是透明玻璃 那饿了骂的外卖柜会有同样的漏洞吗 在饿了骂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 特勤员再次进行了实验 我们刚才呢也是通过这个31号柜的这个透明窗格看到了里面这个订餐人的手机前三位和后四位 那我们来试一下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号码来打开这个外卖柜 首先扫码后四位 今天曾发生过外卖在外卖柜里消失不见的事 那可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开会啊比较忙就下来晚嘛 根本可能没有了就打开就没有了 就有一个同事就是之前的话就实际他就被偷走了 然后当时买了是100多块钱的 背方者表示 由于外卖一般金额都比较小 他们往往不会花费过多时间追究下去 但如果丢件次数多了也势必会带来困扰 毕竟我们买了东西也不想取不到餐 对然后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针对外卖柜存在的安全漏洞 民警也约谈了辖区内外卖柜的负责人 希望他们能将问题反馈到公司 对漏洞进行彻底整改 我们想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 从源头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或者是通过后台程式的一些更改 能不能把这个外卖柜的一些隐患 把它给消除掉 针对这个时间的话 我们会在那个就是取餐码上面做一个优化 然后回去的话就会把这个意见提上去 考虑到后台整改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新华路派出所的民警 要求辖区内的外卖柜公司 先行在外卖柜的透明玻璃上贴上磨砂膜 并要求物业在外卖柜周边夹设监控 以确保此类案件不再发生 为了更好的保护园区内上班族的权益 目前事发地长宁国际发展广场 已经先行完成了整改 就是现在从两边过来的人员和离开的路线 包括它放在哪个柜子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 而在网上特行员发现 从2022年1月起就有网友陆续在网上吐槽 自己的外卖在外卖柜里被偷的事件 虽然遇到此类情况 外卖柜公司大多会予予赔付 但许多网友依然感到糟心不已 这样一起案件虽然很小 案值金额也是很小的 但是事关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实际上也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诉求 我想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很小的案件 能够引起更多的外卖公司的关注 也能够切实承担起一个企业的主体责任 能够把我们一些影响到安全的小漏洞 能够及时堵塞并且整改完毕 这样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白领职工 或者是说我们的人民群众 能够更好更优的享受外卖的一些服务 近年来外卖已经逐渐成为 许多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希望外卖柜公司能够对如此明显的安全漏洞 引起足够的重视 及时整改 让外卖柜真正的做到既便捷又安全 最近浦东新区惠南镇明乐城惠同院小学的居民 向我们特勤员求助 居民们表示 在他们的楼下有一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环境脏乱差 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那么垃圾堆放点对居民的生活 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看特勤员的调查 2023年4月24号 特勤员来到了浦东新区惠南镇明乐城惠同院 这个小区不算很大 五六栋楼十来个单元 而居民们意见很大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就在8号和9号楼洞之间 这垃圾堆放点占据了路边的六个车位堆满了居民家中装修时拆下来的各种建筑垃圾 这些垃圾有的用编织袋包裹起来 而有的就直接散落堆放在这里 那个灰尘你看 居民说因为特勤员来的前天晚上刚刚下了大雨 所以阳尘情况已经比平时好了很多 为了让特勤员看一看天晴时积攒在家里的阳尘 9号楼的居民黄先生特意邀请特勤员去家里看一看 从这往下去刚好能看见这个垃圾堆 垃圾堆就在你们窗户下面 就是平时阳尘你吹起来 吹起来我们9号楼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让一下的话这个 这个一看 哎呦这个满布啊 马上就都是毁啊 那么这个 这两天下雨还好点 下雨还有一摸 下雨还好一点 一摆也是土 下雨还好一点 除了阳尘污染外 居民还反映 由于清运不及时 建筑垃圾大量堆积后 一些不自觉的居民就直接把生活垃圾也丢在了这里 造成严重的异味并且滋生蚊虫 手上拿一袋自己生活垃圾 就在看到这个地方 一扔一扔 这就是什么臭鸡蛋壳 是吧 饮料瓶子 卫生纸 从4月份开始点完香 人要提到12月份 你看 为了了解惠同院小区的建筑垃圾为何在露天堆放 特学员找到了小区物业 物业表示 施工队入住装修前 他们都向业主和施工队发放了告知书 像这个外面的垃圾啊 这个你们都要装袋 不然的话那个拉下去 因为都是有这种土啊灰啊 都是灰阳城的好吧 在物业看来 在物业看来 阳城污染等问题 是因为装修工人不规范清倒建筑垃圾引起的 而且物业还表示 已经针对建筑垃圾阳城等问题进行了整改 通过这个覆盖我们的这个黑网降尘 避免像今天的大风 把这个杂物啊垃圾啊吹起来 对业主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是呢 就是如果说完全没有影响呢 可能也不太现实 那么物业的防尘网起到作用了吗 特勤员在现场看到 黑色的防尘网有不到一半的面积 覆盖在了建筑垃圾上 能起到一定的防尘作用 但是更大面积的防尘部则被压在了建筑垃圾下 有的施工队直接将建筑垃圾 倾倒在黑色的防尘网上 瞬间造成阳尘 居民们认为呢 防尘网的作用有限 而物业呢 也无法对不按规定倾倒垃圾的施工队 进行有效的约束 有居民就建议说 能否把垃圾堆放点挪一下位置 从而彻底解决对八九号楼居民的影响呢 我们小区呢 这个没有很合适的空间 所以呢 从最初的两个点 现在集中到这一个点 集中到这个点之后呢 是为了避免对更多的业主 产生较大的影响 不过 居民们对于物业的说法并不认可 居民说 在物业区委三层办公楼 与小区生活垃圾房之间 有一片区域 应该可以利用起来 但是对于居民的提议 居委和物业都认为不可行 这是消防管道 消防管道 当时把这边压坏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堆建筑垃圾的话 就有可能再造成消防管道 对 对对对 你看这边是咱们会同居委 办公室的一个进出的地方 这是居委会的大门 对对 居委会的大门 更不可能咱们把咱们居委会的大门给堵起来 北门是一个消防门 这个按照消防部门规定的话 消防门前这个一定的区域内 是不能另做其他用产的 是应该要空出来的一个产地的 这里不行 居民又找了小区里一处最大的空地 这片空地 距离附近居民楼都有一点距离 但物业说 这里是消防铺就平台 不能占用 消防什么平台 消防铺就平台 对像所有的那种大型的消防车过来的话 在我们小区里面 它都是停到这段场地的 两个新选址被否决后 有居民又提出一个新方案 希望能够取消固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 8号楼就放在8号楼 9号楼放在9号楼 哪个楼洞就是装饰的 就是放到哪个楼洞下面 对对 这样子的话 就是没有意见了 居民也没有意见了 居民提议 谁家装修建筑垃圾就放在谁家的楼下 这个提议可行吗 居民和物业都表示 这个方案他们无权决定 要请示上级部门 为此特勤员找到了惠南镇政府 相关部门认为 建筑垃圾流动对方的方案不可行 就是现在按照我们市区两级的文件要求 小区一个呢 是可以有就是那个固定的 就是建筑垃圾的堆点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临时的 因为没有固定点位 那么做一个临时点位 居民反映啊 惠同院小区里建筑垃圾堆放点 阳城污染 脏乱扰民的问题 已经存在了两年多 居民不仅反复投诉 还向物业区委提出了各种整改的建议 但是现实是建筑垃圾 依然堂而皇之的露天堆放 有数据显示呢 上海大约有1.3万个小区 其中不少呢 都是建于上世纪的老小区 客观条件比惠同院更差 那么为什么这些在老小区 都能够得到稳妥处置的建筑垃圾 到了惠同院小区 却成为了无解的难题呢 特勤员查阅了相关法规后发现 其实从2018年起 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 就正式实施 规定明确 本事实行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就是责任人 物业作为投放管理责任人 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其中就包括 保持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整洁 采取措施防止阳尘污染 明确装修垃圾投放规范 投放时间 监督投诉方式等内容 这个装修公司 还要进场装修要交一定的保证金 或者业主交一定的保证金 如果他没有严格履行这个义务 我要帮你动地方 对吧 让朋友重新帮你去放 那这个当中我的管理成本 我的人工成本让你来装修对 或者是业主来承担的 也是一种管理模式 我觉得卫公司还是应当有所作为的 那居民提出 希望在小区里设置建筑垃圾流动对方的提议 是否真的不可行呢 其实在2021年5月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就发布了 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 大建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 上海的装修垃圾投放方式 可以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投放至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二是投放至专用回收箱内 三是投放至临时交付点 其中建筑垃圾的专用回收箱就是可以移动的 装修垃圾的专用回收箱实际是一个小货车大小的箱体 能够方便地堆放在小区的任何角落里 占地只有一个车位大小 谁家装修就可以放在谁家的楼下或者附近 便于居民与施工队将建筑垃圾就近堆放 而且带盖子的回收箱也不会造成阳尘 从2021年开始 上海浦东阳浦等区都开始推广 相较于老的这种传统模式呢 它有明显的好处 一个呢就是密闭化的装载 减少两次落地 另外呢减少阳城 明年我们还是想如果有条件的小区 我们还是推行这种专用回收箱的模式 九点上班以后啊 小区有一些空的这个车位的这个情况下 把这个箱体卸到那个指定的那个空的那个停车位 然后呢 让那个装修的业主啊 当天产生的浪迹 当天浪青云公司拖走 从2021年就开始推广的装修垃圾专用回收箱 为何在惠南镇惠同院小区不能实现呢 这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专家表示 即使相关部门一定要在惠同院小区 设置一个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选址也不是居委和物业说了算的 其实法律的操作途径就两个 第一个成立业主大会 成立业主委员会 也有会去表决 我们小区哪个地方更合适 但是呢客观来讲呢 新建小区成立会也没这么快 就可能短期也不一定成立得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一般来说可能又聚会来组织 这个业主去召开业主大会 即使点位选定了 小区的装修垃圾 也不能随意露天堆放 根据市立化市容局的要求 就关于落实2023年装修垃圾收运新模式 全覆盖工作要求的通知 其实要求是这个建筑垃圾对方点是封闭的 所谓封闭就是四边有墙上面有顶 这其实对卫公司是有要求的 他都有义务来把这项工作做好 小区物业居委会和惠南镇 这三家单位呢虽然在职能权限上各有不同 但是其工作目标都是服务居民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近年来呢上海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规范装修垃圾投放转运的工作要求 众多比惠南院小区建设年代久远 配套设施差 公共空间狭小的小区 也找到了让群众满意的装修垃圾管理模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惠同院小区的物业居委和惠南镇 能够把群众的极难筹判问题放在心上 还居民一个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 而对于惠同院小区建筑垃圾扰民的问题 我们法治特勤组还将会持续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